Samsung正在准备发布 它在今年结束之前的第一部旗舰手机兴奋度是真实的 甚至在公开发布之前 传闻人们给了我们一个细节 关于它的UI设计和多项技术的魔术提示了 Galaxy Z 旗舰会带来什么? 过去几年 Samsung的一个UI 让你能在三个应用程序上同时运行 三个应用程序 例如Galaxy Z Fold 7 但坦白说 这并不是总是最理想的 一般来说 一个应用程序伸延到半个屏幕 另一个应用程序伸延到剩余的半个屏幕 每个应用程序都固定在自己的角落 有效吗? 是的 完美吗? 不太好 这就是为何三个应用程序会改变一切根据 SamiGrid的官方人士 Samsung 可能会让你在三个应用程序上同时运行 三个应用程序如果是真的 这感觉就像一个游戏 改变床 有些东西实际上使用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形式 还有更多 三个应用程序预计会顺利转变 你的顶屏幕成为一个较广的两个屏幕 在解锁时 相似于Z4 7 但有更多的精细 幸运的是 三个应用程序在主屏幕上并没有尝试超越三个应用程序 这应该会很复杂 虚拟的动画也给我们了解了视角比例 帮助我们想象应用程序 媒体和多工程的每天使用状态虽然很多细节仍然未完成 但一件事很明确 Galaxy Z Trifle并不是一个折叠式手机 它将成为Samsung最勇敢的一步 如果有任何消息 我们是为了一件事 在年末期间 真正令人兴奋的是 Samsung的传说中的折叠式手机 开始感觉真实了 这一年 已经有很多消息和官方的提示 现在新的报告还在冲添一些至今最多的细节 据PandaFlash Pro通过Sam Mobile Samsung正在全力以赴 在耐用性上使用钻石和银层的材料 通常是为了它们最高价格的手机 和我们也看到的Apple的那种 这已经让Trifle感觉像是一件严肃的技术 电池也不会成为问题 传闻说这部手机会搭载一个Snapdragon的芯片 搭配一个巨大的16GB的RAM 虽然确切的处理器并没有名称 但Snapdragon 8 Elite 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的选项 由于它已经驾驶了Galaxy S25 有趣的是 Samsung可能会选择从低屏幕的相机Trifold 说明了它会搭载一个主屏幕上的Punch Hole相机 我们也听说过Z Fold 7的即将登场的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但这证明了Samsung重新考虑 它的可覆盖的设计选择 虽然这些设计似乎很有趣 但没有什么是真正的 正式的 直到Samsung进入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的是 Trifle即将登场 Samsung已经几次评论了证明了 根据我们所听到的 这可能是目前最令人感兴趣的折叠模式之一